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观点数组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式 那么我们呢,主要基于这个课题,随机的选择一个板块实现发题 基于这个课题来学习观点数组的内容,这是一个纯粹实战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前边的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 要实现随机的发题呢,我们首先要找到的,要解决的是找到这个板块的这一编号 然后呢,我们在POST请求里边把这个板块的编号呢,直接付给TID这个字段 就可以实现发题到不同的板块了,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过的 那现在呢,我们无非就是通过基础方式来解决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能够找到这个板块的编号,然后呢,随机的获取到它里边的值 这是我们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啊,我们通过加瓦同样可以解决 我们如果使用加瓦能够去支付川里边查找 然后的话呢,那无非就是设定左右边界相同了 这个能够设定某一个左右边界能够找到很多值 那么我们通过加瓦呢,也同样可以把它们获取出来啊 所以从算法上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一看Lowrunner里边关于这个关联数据是怎么操作的就可以了 主要是看一看操作 然后看看这样做了以后,它的一些常见的应用场景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对于关联数组来说啊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在哪里 好,我们现在的话呢,来看啊,怎么来找到它的编号 前边我们已经做过关联去找它的一个板块的名称了 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获取到它板块的编号 编号在哪里保存着 编号其实还是在这个首页的响应里边 在这个首页的响应里边 比方说我们点击首页,这每一个板块对应的这个超链接 这个超链接的UIO地址里边就有这一个板块的编号 所以我们直接去查找这个名称啊 这个板块名称对应的这个超链接 那么在里边呢,就可以把这个值给找出来 那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方式能不能找到所有板块的编号 我们现在呢,还是回到课堂练习这个板块 直接查找啊,因为这个 原文件太多了 下一个才是完整的 课堂练习 这边呢,它的编号是31 你看啊,我们注意看这里边附近有很多跟板块编号相关的 这边有31,这边有31,这边有31,这边也有31 那么这么多31可以供我们去去查找 到底从哪一个31下手呢,事实上这边不用纠结 你想去找哪一个31都可以,你找这个31可以,那你把这边设成左边界 这边设成右边界,找出来的就这个31 这边啊,成都大学对应的这个板块,它的编号30,一样的,对吧 我们看呢,它的左边界在这儿,右边界是一样的,中间加的部分变 所以这个直接就可以作为左边界了 你要没看到这儿,你找这个左边界,这个作为左边界也行 这边作为右边界,是不是也可以找出31 如果这边不行,你还可以这边嘛,这边作为左边界 这边作为右边界,也可以找出31来 所以无所谓啊,我们无所谓去找哪一个31 只要确定这个的确是板块编号,不同的板块它的确在变化 把这个东西确定了,无非就是来设定一个合理的左右边界而已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就以这个超链接,这是超链接的这个左边界 这边呢,是一个表格的一个TR的一个定义 里边也有这个啊,都可以的,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啊,我们就随便找一个来测试 确认它的确能,唯一的找到就可以了 就以这个来做个左边界试一下 好,那边这边对于这个请求来说啊 我们呢,就要重新的来编辑它了 左边界是这个 没有双一号,必须要转移,右边界呢 好,右边界呢,我们就作为这个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右边界,有双一号,转移 这边有个双一号,转移 好,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运行一下 的确找出31了,没有问题 如果按第二个顺序来找 这个选项呢,就保留着吧,没有关系 找出了三十,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设定左边界靠谱啊,没有问题 这个左边界如果不行,找这个左边界也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不再重复的去,找到了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要解决把它所有的东西都输出来的问题 在这边啊,只需要修改观念输出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这个Ord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对话框里边的Instance这个选项 这个我们就直接先去掉了 Instance这个选项,它唯一能,它能够接受的就是顺序 123456789这种整数的顺序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字符 哦,这是它可以接受的一个参数 哦,好,确定 我们看到脚本这边,Ord呢,等于了all 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相当于呢,它就是把所有的找到的这些值全部都给获取到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边输出来看看啊,会发生什么结果 这Ord变成all,它就是一个关联数组了 所以呢,关联数组的理解很简单 就当我们设置关联函数里边,Ord等于all的时候 它找出来的这个参数 其实就是一个以关联数组形式存在的一个参数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边呢 它其实没有真正存在一个参数叫forum 为什么 就像我们编过程一样,我们去获取一个数组的值 咱们去获取一个数组的值是怎么样获取的呢 比方说我定一个数组叫Eric 我能不能直接通过Area这个数组的名称去获取到它的值呢 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在Area后边是不是要加一个下标 这样呢,才能获取到它对应的这个数组里边某一个下标对应的那个值 这边我们既然把它称之为关联数组,它一样的 相对于这个时候forum本身呢已经不是一个参数了 因为它里边存放了很多值 所以呢,它把它变这个forum这个名称变成了一个参数数组 那怎么来获取它的值呢 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参数名称后边加个像话,先后边加个1 这样我们呢就可以获取到它具体的值 获取到的是第一个,如果加成2 那当然就可以获取到它第二个值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理解了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顺序 那么我呢,随机的去生成一个顺序的编号 就可以获取到它对应的值了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呢,让它随机的变化 这样变化呢,因为值已经取完了 这边呢,我们就比较说给定一个循环 然后呢,在循环里边啊,举个例子 for i等于0 从1开始的啊,i等于1 i小于10 i加下 然后呢,这边呢,对应的就for i 那这样呢,让它每一次变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啊,这个i直接放这儿肯定不行的 我们看到它是被双一号包含起来的 所以这个i呢,它并不会被当成一个变量被执行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本而已 所以这么加肯定不行了 那么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看我们现在想办法的就是这边呢 让这个i会随着这个循环变 但它没有变,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了 因为它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想办法呢,把这个字符串给拼接起来 那在这里边我们定一个字符串 恰 自己字符串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恰心 就是一个字符书主定义成一个字符串 这是一远的语法规则啊 或者另外一个呢 用一个是用这个字符指针啊 这叫字符指针 定义成一个字符串 比方说恰心等于哈喽啊 这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呢,是用这个 这边还有编辑的名称啊 嗯 还有一种方式呢 我们直接是用一个字符宿主的方式 定义哈喽 这也是可以的啊 这也都是可以的 这边定一个字符的长度 两种方式都可以定义这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呢 推荐大家 因为学其他语言里边啊 没有指针这样一个选项 大家可以理解起来跟费解一点 定义字符串 我们就用普通的字符宿主 但是在C元当中啊 并没有像加瓦提供了一个 这个 变量叫做使针 专门的字符串的变量 在加瓦C元当中没有 所以我们用字符宿主 来定义一个字符串 这边的字符串呢 叫做forum 下滑写 forum下滑写 这相当于是这个forum这个参数 被关联输出处处理了以后 默认的它就是以这个来输出对应的参数了 好 我们定义了以后怎么办呢 在这个里边循环里边 每次动态的调用 C元的sprintf 注意啊 printf是输出到屏幕上的一个函数 sprintf呢 相当于是一个字符串拼装的 这边啊 我们来拼装 比方说 好 这边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我们现在 如果说把这个字符串这样定义了 可不可以呢 这里边就有个问题 你定义了以后 你在后边再加一个i i因为是在中间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怎么解决呢 我们在这边定义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什么都不加 然后在这边是sprintf的地方 我们直接把这个forum下滑线 好 放进去 这边做一个站位幅 i是一个整形 百分号d 做一个站位幅 后边跟着上一个大口号 这样相对 这就是假设计员当中printf的一个格式化输出的一个 一种方式了 后边跟上的就是i 这个i 这是百分号d站位幅 站位站了一个整形的位置 i的纸呢 在运行的时候就会放在这儿 是不是这样就拼成了一个字符串 拼成了一个字符串 在这儿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 把这个变量的纸给输出出来 作为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纸就是对应的是这一串 然后我循环十次 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十个纸都给输出出来了 好 来调试一下 出现了语法错误 这边啊 咱们这个sprintf函数里边呢 漏掉了一个 就是我们 把这个格式化了字符串以后 还得把它付给这个 字符串的这个变量sprint啊 当然这边 这样吧 我把它改一个名字 mice准 否则啊 大家容易跟这个 因为单纯叫个石准呢 容易跟其他语言里边的石准类型混合起来 咱们改成mice准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还得在它在前面加上mice准这个变量 对吧 这样呢 相当于就是把整个这个拼接出来的字符串 我们付给了这个字符串 那这边字符串的长度定义的时候 注意啊 一定不要少于这个拼接出来字符串的长度 我这边呢定义了十个长度 确认一下够不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 没有问题 加上一个字符串的结束符 斜杠0 刚好十个 好 刚好啊 没有问题 那么这样 其实这边啊 我们讲printf呢 这个函数 它是没有前面这个变量的 printf相当于把这个拼接出来的字符串 输出到屏幕上 sprintf呢 相当于把printf这种要输出到屏幕上的东西 直接输出给了这个变量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C元的一个函数 拼接出来了一个字符串 好 mess准 好 咱们呢再来运行 好 我们看到啊 这样就循环的把整个板块编号都给输出出来了 我们能做到这一步 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随机的去产生一个爱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随机的获取到这个板块的编号了 再把获取到的这个值呢 放到Post情绪里边 但是我们现在啊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呢 再生成一个随机的值 比方说 从i从1到20从1到10 这里边始终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没有正儿八经把它搞完之前 我并不知道到底我们一共找出来了多少个板块的编号 我是不是不清楚 因为这些板块编号有可能它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今天有可能也只有五个板块 明天我加了三个板块八个板块了 后天就又加了十个板块了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板块有多少 那毫无疑问这边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定义成它是十还是五还是八 我们不清楚 这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它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要借助LowRunner里边专门给我们提供的关联函数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的三个函数 咱们呢直接调用LowRunner里边的这个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呢我把这个代码咱们呢就先把它给注视掉 这边呢我们也先注视掉 这些都暂时是用不上的 观念出来了以后这边Ord7OR了以后我可以怎么办呢 我可以循环的输出 i啊这边i呢我们还是要需要用到循环输出把i放这 i等于1i小于小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直接取得这个关联数数关联出来多少个字 使用L啊下滑线param array 参数数组的一个简写啊下滑线 论这个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整形 就是这个关联数组它的个数 数组名称forum 所以这边由于forum本身已经不是参数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加大括号 直接给人它的名字就可以了 i加加 这样相当于我们爱重义循环到什么时候 就不是这边直接写词一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它有多少个 所以直接使用这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运行完了以后就能明确的告诉我们 一共有多少个循环 里边的话呢怎么输出呢 loutputMessage 调用lrparam array的另外一个 index 输出的就是咱们的 对应的这个顺序的值 那么第一个参数啊 我们调用了一个函数以后看看 直接给我们了一个帮助 第一个呢是参数数组的名称 第二个是所引号 所以参数数组的名称forum 第二个所引号 对应的就是i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找到的 全部输出出来 看看问题出在哪啊 语法上有点问题啊 这边少了一个圆括号 这是咱们刚开始写的 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地方 大方语法出错了 双击这个错误 然后它还会定位到我们出错的地方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它把所有的板块都找出来 无论有多少个 反正我这种没有写死 你有多少个我呢 就把所有的都给找出来 好 那么loutrun里边呢 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函数 可以呢随机的输出其中一个 叫做lr-parate-arrate-run 后边跟上参数的这个名称 随机的输出一个 它这个时候随机输出的话呢 我们来看啊 我们让它还是循环这么多次 那每一次它输出的就不是按顺序了 随机 随机全是随机的输 这样就可以达到我们随机取板块id的这个目的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快啊 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赶快到Postle这边来实现发帖 那发帖的话呢怎么办 我们登录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登录之前我们是不是 得把这个首页的请求发过来 没有问题所以呢 首页的请求 然后关联呢一并我们把它烤过来 在登录之前我们 需要打开首页 因为首页上有板块的ID 所以打开首页的目的是为了 关联查找它的想应用啊 主要是这个目的 顺带的我们其实呢 慢慢的也在我们往我们的脚本当中 加一些请求了 因为用户要访问 他本身也会打开首页 慢慢的这个场景呢更真实一点啊 但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这个关联函数能够找到它的板块的ID 找到了以后实现登录 完了以后在哪里用呢 是不是在我们POSE这个请求里面用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用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补充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怎么样把找到的值变成一个 脚本里面可用的参数 这边找完了找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它的值了啊 那么获取到它的值是 使用LRParamArray Round随机的一个参数 或许它它值了以后怎么用呢 这是一个值 这个值我们不可能直接把这一段东西 直接拷到这个请求里面 这它就变成一个字符串了 我们不能这样 把这个获取值的方式 我们把它直接放到这儿来 啊这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啊 因为否则这样其实这个函数名称就变成一个字符串了 它是不会被处理的 那能不能这样呢直接加forum也不行 因为forum已经不是一个参数了 它是变成一个观念宿主了 你要加只能加forum下降线1 但这样呢就变成油写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呢 就需要借助一个过度函数了 这个值获取到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前面学习过LREV使尊获取参数的值 这边呢还有一个LREV使尊 保存一个观念参数 保存一个这个参数 现在看看啊 LREV使尊它的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参数的值 第二个是参数的名称 ParamValue ParamName参数的值是什么呢 这个值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获取到的值 好再给一个参数名称forumID 这样相当于save时尊 它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动态的保存了一个 生成了一个参数 生成了参数 参数名称叫forumID 参数的值对应的是这边的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可以是任何有效的表达式 都可以 它的一个值 你可以直接写个123 那像forumID的值就是1213 我们这边呢 是随机的取取取的这个板块 它的一个编号 然后呢 附给这个forumID 这个forumID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参数 它的值是确定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在这边 直接用大括号的方式 引用forumID 这样就可以获取到一个值 好 这个问题得到代码上 我们已经完成了 相当于现在我们就来运行它 运行action post 这个先删掉 咱们运行action post OK 运行多 多几次 对吧 好 这样才能看到 是不是随机的发了帖子 我们运行三次 确保这个随机性 好 三次运行完了 咱们呢 打开这个测试结果 看一看 每一次发帖 所在的板块 是不是都不一样 这一次发帖 帖子发成功了 没有问题 所在的板块 是dt mobile 这是板块的名称 好 再看看第二次发帖 帖子发成功 所在板块 是class63 对吧 跟第一次不一样 第三个 salon活动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是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了 随机的挑一个板块发题 每一次都随机跳 这样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得到解决了 那么我们也清楚了 关联函数里面 这个关联关于关联数组三个常用的函数 第一个 lrparam learn 获取到关联数组的长度 第二个 lrparam index 获取到指定的索引对的那个值 第三个 lrparam array random 随机的获取 关联数组里面的某一个字 好 这是我们关联数组 关键的三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最关键的还需要确保 已经真正理解了 什么是关联数组 怎么样去获取到它 一方面 关联数组呢 那就是我们设定 通过设定这个左右边界 然后发现这个响应里边 找这个左右边界能找出一堆子来 很多子的左右边界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设定ORD等于OR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关联数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查找板块 也可以查找ID 我们当然可以查找任何其他想要查找的字 比方说我们可以查找 这个最新发的帖子 我们可以查找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可以 所以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大家可能现在还没感觉到 我给他安排两个作业 你们下去这个念念手 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功能有多没有意思了 第一个我们呢 比方说 随机的 假设啊我们去逛csdn的论坛 我不知道大家逛什么论坛 无所谓 去你熟悉的论坛 里面 随机 挑一个帖子进行回复 随机挑一个帖子进行回复 那回复的内容的话呢 我们可以是事先准备的一些既定的内容啊 比方说我们看啊 经常我必须要这个点个赞啊 对吧 我也顶一下呀 整个沙发呀等等啊 那些常用语我呢 就随机的没事就去灌水嘛 回复嘛 这个灌水我们已经解决了技术问题了 现在就是解决的就是随机的挑一个帖子 就是这个问题 随机挑帖子 我们有了关联数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练习啊 建议大家去做一组 当然呢 这里边啊牵涉到的 除了关联数组 就是要怎么样去灵活的应用关联和关联数组 普通关联和关联数组这两个点 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事完成了以后我们还可以 我们回帖总不论老师我顶嘛 对不对 这个呢太单调了 会被别人说对吧 只是就是一个灌水体 我们呢 让这个回帖 因为回帖是不是可以挣积分 那这很有用 所以我们让回帖呢 回的更有价值一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去挑一个帖子 挑到一个随机挑到一个帖子以后 拿着帖子的标题 去百度搜索 这个没有问题 拿着帖子的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可以通过关联 观点出来拿到这个标题以后呢 给百度搜索引擎发一个get请求 把这个标题作为关键字来搜索 搜索完了以后呢 获取到百度的第一条结果 通常第一条结果呢 是比较准确率啊 排名最高的一条结果 当然除了那种广告以外啊 这个广告我们要 可以的去过滤一下了 获取到百度的第一条结果 然后呢 把结果的内容 观点出来 作为帖子 作为回帖的内容 这样大家看啊 我呢拿着你这个帖子的标题 我随机找到一个帖子 我拿着你的标题 替百度一搜 搜完了以后 找到百度第一条结果 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观点出来 把这个结果观点出来呢 就是我做一个内容 那我拿着这个内容呢 才带去回你的帖 我这个回的帖 是不是就比我顶啊 点赞啊 这种要有技术含量多了啊 这就不像灌税帖 这样我就可以呢 每天什么都不用干 我就可以疯狂的去给论坛回帖了啊 刷这个存在感啊 这很好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当我们如果这两个问题 能够很清楚 思路很清楚怎么解决 但解决的过程上 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小问题 没关系这个呢 再再找我来来来问就行了 这个思路你很清楚了以后 我们呢就可以做一件啊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咱们呢就可以去啊 到处去这些论坛里边 帮别人去打小广告了 对吧 发广告啊 收五毛钱一条的广告啊 就可以了 因为呢我随便去可以跳 落落到这个论坛里边去挑一些 随机挑一些帖子的 后来我回忆一下 当然了如果能够这个跟帖子主题 相关一点的回复呢 是最好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解决 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第三第三个啊 去论坛或者其他地方打广告 反正就是准备好一些内容嘛 然后随机的发嘛 对不对 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解决 就我们更能够更深刻的理解 搜索引擎爬虫的原理 为什么可以理解 比方说我们能够去观点 就是能够去别的响应里边找内容啊 那我呢就去找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甚至我可以把一个论坛里面的所有内容 全部抓取下来 通过关联嘛 只不过关联设定的左边界和右边界呢 就不是特定了 就是左边界就是我们htmail这个页面 开头的这个标签 右边界呢就是斜杠htmail 这样相对我就把整个页面的内容全给抓下来了 那么我呢还可以想办法获取到每一个帖子编号 对不对 这个编号 编号呢通常它都是顺序的 从第一个编号 我们呢可以从最新的编号往往往往前倒数 比方说这个213308 那我继续213307 继续213306 我一直浏览到TID等于1 我看看有没有1这个啊 ID非法了 1 这个呢 也有 一直往后倒嘛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论坛里面所有的帖子都都抓下来 保存到我的电脑上 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扩展啊 就是因为观念素质这个功能看似很简单 但它应用场合是很多的啊 很多应用场合 它的一些原理都跟这个观念素质这种设定主义编剧去查找一些相同的指相同规律的这个指都是有关系的 爬虫就是这么玩的 当然爬虫我们不单纯可以爬这个 嗯 内容或者论坛论坛内容 我们可以爬任何网页的内容 我们其实理解这个原理了也可以同样爬任何网页的内容 比方说我们一个超链接的标记 那就是ahref等于多少 我以这个为左边界 我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当中所有的超链接给抓取下来 那抓取到所有的超链接以后 我再给这些所有的这些超链接发一个get请求 我就可以把这些下一个层次页面的内容又给抓取下来 然后呢保存到我的一页盘上 我除了抓取这种超链接的页面以外 我是不是还可以直接抓取图片 图片的标签是imgsic等于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设定主编辑 我就把这个页面当中所有跟图片的相关的东西 这个链接这个绝对地址给抓取出来 然后呢发出一个get请求就可以把这张图片也下载回来了 这些练习大家都是可以去做的 当然在我的电脑上呢我都把这些过程全部都已经实现过了 有现成的东西 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去练习 一方面呢把这个真正观点的东西给真正彻底消化掉 另外的话呢熟悉熟悉编码 当当相当于呢拿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来练练这个编码能力啊这是好事情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向我请教 因为呢这些过程我已经都走过很多遍了 都很清楚里面是怎么一回事 相信呢能给大家比较直接的一些指导 好那关于关联的部分呢咱们的内容呢就讲到这儿 后边呢我们在真正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 要想到这些知识点把它给运用起来 好咱们这一刻呢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